字幕志愿者 蔡英文 您先來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東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一體中心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的網站上面會進行直播 之後會在公庫的網站上面 來跟大家做後續完整的播出 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談一個話題 這話題在前一陣子 其實在媒體圈 或者是所謂社運圈 小小的一個波瀾 但是不會太大 因為恐怕關注人沒有太多 這個就是所謂的獨立特派員 傳出要停播的消息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公視有話好說的製作人 同時也是節目的主持人陳信聰 一起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信聰你好 中翔你好 大家好 可以稍微跟我們講一下 這個獨立特派員這個停播 這個掛號 因為好像還沒有真正要停播 這個停播的風波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不過有幾個訊息可能現在先釐清 到目前為止獨立特派員並沒有要停播 那他是在明年1月1號 其實大概就是兩三個禮拜之後 會改成禮拜天早上11點 從原本的禮拜三晚上10點 然後改成禮拜天早上11點 所以他時段有調整 可是現在傳出來的訊息是說 這調到禮拜天早上那也不是說 永久這樣調 因為如果未來三個月表現還是不如預期的話 恐怕還是會有面臨停播的這個危險 所以這是現在的訊息 那之前傳出來的停播當然主要是因為 由獨立特派員的製作人 他包括公開在臉書上也談到說 上面 所謂的上面可能指的是新聞部經理 或是總經理或是董事會 然後要求因為所謂的收視率表現不好 所以要求他們就是停播下架 那這個訊息出來之後就有一些討論 到目前為止比較新的一些狀況是說 不停播但是已經到禮拜天早上11點去播出 但是這還是一個比較看守的一個情形 在禮拜天的時候其實公共電視的 其實新聞部的同仁 其實也召開了一個座談會 可以告訴我們這個座談會為什麼會發起 那這個發起跟這個所謂的獨立特派員 停播這件事情有什麼樣的關係嗎 所謂的停播這件事情 當然是因為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幾個製作人 包括我 包括我們的島的余麗萍 包括我們紀錄片的導演柯金源 然後包括陳慶忠也包括 陳慶忠是我們的島的基層記者 那也包括PNN的製作人吳東慕 我們就聚在一起聊聊聊 那到底該怎麼樣去討論這件事情 主要的一個討論是說 有沒有可能因為個別的董事 或是整個董事會對單一的節目有意見 那麼總經理就必須被迫的說 那你這個節目就停下來 就對我們來講這是違反治理 或是違反新聞獨立的原則 可是因為其實有一些訊息都不是很明確 就究竟是不是董事會或個別的董事下令 又或者是說是總經理的意志 那這部分都不是很明確 所以我們想說那到底我們這些所謂的基層的 在執行新聞節目的人 到底該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談了談有時候要發個聲明 有時候要再來討論 那也有談到說那是不是我們就開一個 比較大的就制度面來談 因為其實我們會面臨到 包括有話好說已經快七年 那包括PNM 包括我們的島已經十多年 每一個節目都做了很久了 很久有一個意義是說 它其實可以建立跟觀眾的互信的 或者是了解的一個基礎 可是它也會面臨到所謂的發展瓶頸的問題 節目遇到一個無法轉星 或者是陷入一個僵局 那也許是收視率 也許是節目的一個定位發展 也許是大家的工作屬性的怠惰也好 或者是被制約的觀念也好 所以常常會說 這個節目好像該停或是該改 那常常會因為說 你不可以對我指指點點 這是新聞對自主 所以這中間就會有一個隔閡出來 所以它必須被打破 就是如果節目做的不好 那你就必須改 那改不了你就必須停 必須下降 這是很自然很健康的狀態 可是該怎麼改 那個意見該怎麼下 所以這部分有一個很大的空窗 所以說必須要再討論 所以我們就說 那來辦一個類似座談會的東西 那把外面比較關心公事 或者是一些觀眾 或者是一些學者 那也請公事的董事 那包括所謂的公事董事會裡面 有一個新聞工作小組的召集人 也就是江學穎 然後另外我們的總經理 新聞部經理 那還有像直接面對的 像獨立特派員的製作人記者 還有其他希望能夠介入 或者是影響公事的這些民眾 都可以一起來談一談 如果公事新聞真的不好看 那怎麼辦 那誰來決定好看不好看 用什麼樣的標準 那如果真的不好看的話 那該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依據 要求他改進 或者是讓他死掉 那這是我們其實辦這個 座談會主要的一個想法 然後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制度性的討論 信聰你告訴我們 整個禮拜天的過程 也許你們會有些結論 不過我想這個結論 我們待會再繼續談 我想要再回到一個更源頭的地方 其實蠻有意思的 你說公事的很多的節目做了蠻久的 那包括我們導作十幾年 或者是像有話好說 大概六七年的歷史 做那麼久其實也許是因為節目好 也許是因為沒有競爭的對手 或者甚至可能在某種公共的保障之下 他其實還是持續的這種在這個螢幕上面可以被看到 那所以這涉及到一個所謂的上下架的機制 或者是在公事節目裡面所謂的淘汰的這個機制 那當然獨立特派雲也凸顯了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請信聰告訴我們 現在目前公共電視對於這些節目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上下架的機制 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這個節目可以持續的來播出 當然他收視力好這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這個節目他可能必須要面臨檢討 甚至停播的命運呢 不過收視率真的是不好 不過很多人說根本不用管收視率 不過前提是說公司的收視率真的是不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現在說台面上 包括總經理或是所有的管理團隊都會說 公司長期以來就有一套比較完整的多元評量體系 這個體系當然包括四個面向 第一個是所謂的收視率 就是HP Newsom所統計的這個資料 第二個是所謂的收視值 那收視值呢 就是每一年會委託市調公司或其他的學者 那經過電話民調 然後打電話一個一個去問說 你這兩個月有沒有看過公共電視啊 有的話就算進來 那有沒有看過有話好說啊 有的話算進來 有沒有看過獨立特派員 有的話算進來 那你看過獨立特派員 你滿不滿意 喜不喜歡 或是為什麼喜歡 為什麼不喜歡 這樣子的一個調查方式 做成一個叫收視值的一個報告 那再來就是說有爭議率 爭議率就是說 你對公司之外的一些幫助 包括說你的節目可以賣多少DVD啊 或是說有沒有人因為你的節目 贊助給公共電視相關的經費 又或者是說你有沒有其他的 對公司有直接或間接的幫助 這叫爭議率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影響力啦 影響力說你有沒有得獎啊 或是說你能不能舉出什麼樣 讓你這個節目存在的意義價值 對誰造成了什麼貢獻 所以經過這四個指標 也就是收視率、收視值、爭議率跟影響力 來去判斷說 到底這個節目整體表現好或不好 如果說他每一季做這樣的一個評量 如果說連續三季 你都是調到最後五名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面臨到說你要不要改 那你怎麼改 改了之後有沒有用 如果你改了之後長期還是沒有用 可能第四季、第五季、第六季 你可能就會面臨到說 總經理要做一個決定 要讓你繼續活下去 或者是說就把你砍掉 可是這中間有一個比較微妙 或者是空白的地方是說 最後決定要留或不留的權責 是在總經理 就是說譬如說那個獨立特派員 這也不怕家醜外揚 獨立特派員另外就是說 每次最後五名不是只有獨立特派員 有話好說也藏最後五名 那南部開將也藏最後五名 那那個所謂的新觀點 因為後來在今年就要停掉了 所以禮拜四就沒有所謂的新觀點 你們節目也沒有 很容易最後五名不是嗎 我們經常是最後五名 對 不過新聞部的節目也沒有幾個 所以新聞部覺得很冤枉 所以大家隨便排排都會是最後五名 經常都是新聞部的最後五名 然後我們怎麼賣DVD呢 不過那個像我們的島 他其實DVD賣得不錯 可是誰要買有話好說呢 誰要買獨立特派員呢 就是這樣比較基準不太一樣 可是對管理部門來講說 沒有啊 你每一次所謂的爭議率 你不是表現最差的 因為他不是只用DVD來銷售來去看你 可是的確我們在所謂的上下檔 跟剛剛我們講那四個面向的多元評量 這是兩回事 也就是說長期以來多元評量 就只是去說 你這節目好像有一些問題 可以怎麼改 該怎麼改 盡量去改 可是他沒有跟說 你上下檔的機制掛鉤 也就是說像我長期是排名最後五名的 但是我沒有被整個停掉 但是獨立特派員呢 他就可以說那你就要停 也就是說 他並沒有很清楚的依據啦 一樣都是排名比較後面的 有些人停 有些人不停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這怎麼叫機制呢 所以這也不見得是不好 也就是說讓總經理握有 所有的最後的決定權 那因為這樣子比較全責相符 因為最後你說下決定的吧 所以你要負責嘛 可是現在獨立特派員的一個最大的尷尬 也就是在前天禮拜天的那個座談會 比較一個明確的訊息 就是現在好像有一個人死了 或是要死了就是獨立特派員 他之前是傳出來被下架 可是後來是說現在是延到禮拜天 那現在我覺得是叫安樂死啊 就是說現在是那個安寧照護的階段 那問題是 留下查看 那有人死了 或是有人被砍了 但是沒有人砍他 沒有加害者 董事會說呢 他從來不會對單一的節目去指使點點 更不會要求單一節目所謂的下檔 總經理呢在座談會上一句話都不講 那之後心頭殼的記者林宇佑也去問了總經理 那總經理也不發表任何意見 他說你去問新聞部經理 那新聞部經理呢也不表示意見 那獨立特派員的製作人跳出來說 啊我不會空穴來封 明明就是有人下令要停這個節目 那我不會針對任何人 但是我想講的就是一個制度 也就是我們現在是全責不服的 我非常同意總經理要做最後的決定 那讓總經理來面對社會 因為說不定社會是要求獨立特派員下架的 說不定社會要求有話好說下架的 那問題是你要扛起這個責任 就是說就是我要他下架的 那不管是做的對 也許社會會給你拍拍手鼓掌 做的不對社會就指責你說 你怎麼可以亂發指令呢 那這是比較全責相符的狀態 可是現在公共給予是不是 就是明明有人死了 但是沒有人殺他 就是這是一個很荒謬的情形 那這是禮拜天談出來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這其實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他有制度 但是到底誰是真正的決策者 其實好像跟這個制度未必有明確的關係 就是好像這個制度有篩選出了某一批人 然後某一類型的節目 或是某一群的節目 最後的決定者似乎是總經理 可是在這個例子上面感覺又看不出來 但是我們回到這個制度的本身 就是我們看到有四種指標 這個指標似乎跟很多的商業電視台 比較是多元 可是我想要問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指標適用於所有的節目嗎 例如說有些節目他本來就是做給老人看的 老人人口本來就比較少 那你怎麼可能去跟像這個 爸媽揪魂大這類型的節目去做評比 那即使是在新聞部當中 我們導他的對象跟一般的晚間新聞的對象 也是不同的 那所以這個在不同的評比上 不同節目上會有評比上面的差距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要問的是說 這樣的一個節目 這個評量很重要的是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要讓節目下架呢 還是要讓節目做得更好 那如果是節目下架 那當然很簡單 一翻兩瞪眼 可是如果要讓節目做得更好 那我要問的是 在所謂的停播的決定之前 公共電視內部有沒有任何的 一種所謂的激勵的機制 或是改善的機制 或者是提供相關資源 讓節目做得更好呢 周翔因為你問了很多問題 我有漏掉 你再幫我提醒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先從最後來談 獨立特派員 其實我所知道 其實這一年來 包括新聞部經理 已經跟獨立特派員製作人 有蠻多次的一個溝通 那其實就我們這節目來講 其實新聞部經理之前的經理 跟現在的經理 也都會跟我們做一些溝通 那或許這其實就是一個 因為獨立所謂的評量 你表現不好 所以他就是說 來溝通改進改進 這是一個極制 所以確實是有的 第二個你最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它其實並不是 多元評量並不是 上下檔的依據 它只是一個參考 那可是你又談到 比較大的關鍵 如果它不是 所謂的上下檔的重要 或是唯一依據 它只是要讓節目改進的話 那這個多元評量 有沒有辦法促成節目 表現得更好 就我自己的看法是很難 因為說這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多元評量 是否可以適用在所有的 不管是爸媽酒很大 誰來晚餐 有話好說 獨立特牌等等的所有的節目 理論上 它就它的設計是可以的 因為它的收視率不是絕對的 譬如說我們的收視率 我也覺得很荒謬 我們的目標收視率是0.41 講難聽的 我幹了快七年 我也沒有達到0.41 0.41是怎麼出來的 是由董事會可能對公共電視 有一個全年度的目標收視率 然後再由這個大的目標 譬如說董事會要求是0.2 那麼總經理或是管理部門 他就說好那分配下來 那因為我這個是站著毛坑不拉屎 就是我是站到prime time的 晚上八點黃金時段 所以我被要求分配的那個收視率是很高的 就是0.41 那像是獨立特派園 還有我們的島 它的目標收視率是0.36 並不是說因為我們的島表現的比我差 或者是說它的資源比我少 事實上它的資源比我多太多 但是因為它是站在十點 那十點被分配到的收視率的責任比較低 就是0.36 所以它是一刀切啦 它不管你做什麼節目啦 反正它就說八點的你的目標就是0.41 十點你就是0.36 按照時段不是按照節目的屬性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那個沒有意義 我的意思說你訂了一個目標 我永遠做到死 我都做不到那算什麼目標 你知道我現在表現比較好的 可能是0.2 出頭一點點 就是那個是要靠那個所謂的那個 像是黑心油事件啊 或是國民黨大白啊 這種特殊事件 我才可能達到0.2多 那問題是我做到死 我都不可能0.41 所以你那個多元評量 對我來講沒有太大意義 就是說我無法改進 你可能可以針對說你主持人 不應該這樣子講 或是你挑的題目呢 你可以更怎樣 這我可以改進 可是你訂一個目標0.41 或是見鬼了怎麼可能 就是說那是一個很荒謬的 所以對我來講 我經常是不理會這個多元評量指標的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指標 它一來無法跟上下檔機制掛鉤 也不應該 第二個是它也無法促成節目的更加進步 對 所以很顯然這個指標是有問題的 對 所以這其實蠻有意思的 即使你達不到指標 但是基本上來講 好像也沒有被停播 或者是也沒有得到更多的資源改進 那其實這樣我就搞不懂了 這個所謂的評量這個指標 為什麼還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請教信聰 就是公共電視在整個長期以來 已經十多年的歷史 那其實包括新聞部 很多人都非常期待 即使它的收視率不高 可是相對之下 它會被認為是一個相對比較客觀 或是對議題可以比較深入探討的 一個所謂的新聞性的 這樣的一個平台 可是在這裡面這些員工 這些新聞部的同仁 他怎麼樣自我認知 他如何的 目前的所謂的組織的文化的發展 又產生了一個什麼樣的現象 我們待會我會再回過頭來請教信聰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我是節目主持人 館中翔 燦爛時光是在公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跟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自播的視訊 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之後會在公共的網站 會有完整的播出 今天跟大家邀請到的來賓 其實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歡的 公共電視有話好說的主持人 同時也是製作人 陳信聰 信聰您好 中翔您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談到的公共電視的一位 獨立特派員所引發出來一些相關的 我們才知道原來公共電視 裡面有一個叫做多元評量 這多元評量其實跟這個節目的 上下架是有比較大的關係 不過剛剛你也跟我們分析了 其實未必有很直接的關係 或者是說他最後發生一個 所謂權責不符合的這種狀況 可是我想要問的是說 我記得多年前我曾經 也在公共電視有比較多的參與 當時其實是常常會有一些 公共電視新聞部的一些討論 我再想一件事情 如果說內部有很多員工的 這種相關的討論 這個討論包括怎麼樣讓節目做得更好 或者是甚至所謂的教育訓練的 這樣的一種機制的話 我們剛剛談到的一些節目的 品質的問題 收視率的問題 或者是上下架的問題 多元評論的問題 是不是就是某種程度上面 他可以是回應或者是解決的呢 我覺得或許你要談的是說 我的公司不管是管理文化的問題 或是每個人自己在這樣子一個 公共媒體工作的一個心態 或者是官僚的這個問題 我沒有辦法代表任何公司的員工 我連代表我這一組的同事 恐怕都沒有資格 但是也許我就自表自報一下 因為我的處境會很像很多公司員工的處境 我會覺得自己工作的loading很大 我會覺得勞益分配不均 一樣都是製作人 為什麼我的工作loading這麼大 那我會覺得我的薪水比別人少很多 但是我很想在這個位置上 有更好的表現 我很想去盡力的把新聞或是節目做得更好 那我想休假 那我認為這份工作是很穩定的工作 只要我不犯錯 不會有任何人把我從我這個位置 或者是把我從公司踢出去 那我的這樣子一個製表或製報 我覺得是相當程度反映 比較多公司員工的一個複雜矛盾的情形 是相當程度這是一個官僚化的組織 也就是說基本上你看到 特別是在新聞部 這十年來那個流動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每個人進來之後就不走 每個人卡到一個位置 好的位置之後他也不走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說內部還是有很強的 想要做好新聞的這個動力 那可是問題是在這兩股力量相互糾結的情形上 大部分的時候是保守 反動官僚的這樣子一個力量獲勝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像是這幾年來的公司新聞部 很少去討論新聞 大家就把它當成是一份工作 那也許找上一條效 以前有的那種所謂的內部的討論機制 這幾年也看不到了嗎 所謂的機制是沒有 就是說如果是製作人的話 我們就是每個禮拜四有一個製作人會議 那談的大部分都是行政上的一些不達的一些訊息 也沒有說針對單一事件 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獨立特派去報道了 台南市的鐵路東營這個報導 那這個被申訴了 然後像徐世榮徐老師他也在網路上 對獨立特派有非常多的批評 那南鐵的這些相關的民眾也來公示抗議 那但是在新聞部內部有沒有討論呢 顯然是沒有 至少在製作人這個層級上 並沒有公開的在製作人會議上 把這個袋子拿出來看 說到底哪裡有爭議該怎麼處理 沒有 那也就是說現在是交到所謂的申訴機制去 申訴委員會那個地方去處理 而不是內部有一些 內部沒有直接面對面的這樣子一個討論 那很久很久以前 可能盤古開天的時候 新聞部其實常常會針對一個新聞事件 或是一個報導 大家看開來說 這報導很好啊 這是什麼爛記者 這樣子報也可以 就我們會有這樣子一個討論 可是討論下來其實後來很多人會受傷 那也許不是一個比較好的正常健康的討論的一個形式 但是那個討論的氣氛是有的 那也沒有所謂的機制 那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那這幾年下來 或許是因為之前 董事會紛紛擾擾風風雨雨 也或許是大家都累了 因為常常在組織裡面對抗 也或許是大家都老了 就是說反正有一份薪水就很好了 那長期以來這個討論的氣氛是沒有的 那然後所以你談到說這個組織能不能動起來 但是那個力量還在 你如果去問任何一個人 不管是製作人 或者是所謂的一級 或者是二級主管 又或者是基層的這些記者 大家其實都是很想把東西做好 那只是說現在沒有一個東西 是把這個力量整個往上拉 那我說實在 我在禮拜天也談到說 其實包括我 包括麗萍 包括柯欣源 包括吳東木 我們其實是希望說可以建立一套 因為我們之前在所謂的國光石化 有一個石化粥 那個合作經驗是很美好的 那我們是希望說 而且世界有相關的報導 對 我們是希望說未來是不是每一個月 那也不要期待 就是不要老是期待別人當改革的動力 不要期待那種救世主的出現 那是不是我們這幾個人 然後就一起每個月 然後能夠有一個共同合作的比較大的題目 然後試著來亂看看 那可是我必須講到說這樣子講是很冒險的 也就是說這樣的機制我認為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我們每個人手上都有很多的事情 能不能湊在一起那麼密集的討論 光是我們要辦禮拜天的那場座談會 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 那我們有沒有能力再去透過自己內部自動自發的去 去處理一個合作性的一個大議題 我認為風險或者是困難是很大的 那試著做看看 可是你可以看到說其實內部有這個力量會出現 那在製作人這邊 可是在記者這邊是不是也可以有這個力量 目前那個管道或機制是看不出來的 那大概現在的內部的情形是這樣 這個蠻好玩的一個現象 就像一個活潑的靈魂藏在一個老的軀殼裡面 那當然這個活潑的靈魂 它能夠去突破這個老的軀殼 也許這個老軀殼可以活著起來 但是有可能被這個老的軀殼整個限制住 而且比較擔心的是後面來的人 他就以為這是老軀殼 完全忘記這個軀殼裡面曾經有過活潑的靈魂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意思的 雖然我們看到新聞部的同仁有這樣的一個意識 或是有這樣一種想法 其實在當天的座談會上面其實也有董事 也有新聞部的經理也有總經理 那他們看到你們這麼熱血想要去做一些改變 我想他們在現場的回應是什麼 因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一種員工的自發 而是他應該是在一套的管理機制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激勵的效果跟能量不是嗎 我認為現在公司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在管理上 那管理可能是上上下下都會出現問題 就是我認為至少我所看到的董事會跟總經理 其實那個不信任的嚴重度是很高的 換句話說其實你會看到說總經理在這幾年 其實沒有什麼樣亮眼的表現 那或許是自己的問題 或許是跟董事會無法充分授權的問題 我覺得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現在從上到下的管理團隊 最好是不做所以不錯 那多做是多被罵多錯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朝著慢慢的一個 是比較保守封建的一個管理文化出現 就是任何的改變 那事實上如果說他想要做改變的話 內部也會有一些反彈的聲音 不管是所謂的站在老公權益的聲音也好 或者是一些說你不可以這樣動 這會碰到所謂的新聞獨立自主 等等的這些問題也好 所以你在公司要做改革是很困難的 那從逢先賢時候 逢先賢在做改革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是用極為慘烈的悲劇收場 那這個是包括外面政治所謂的國會政治不當干預的力量進來 也包括所謂的董事會對他直接的自走也好 也包括內部員工的強力反彈透過工會系統 透過員工其他的系統來反彈 所以你看逢先賢的改革 他其實是大概有史以來公司最響 而且最積極改革的一個人 但是他的下場是最慘的 那所以你看到之後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去談改革 他就算想要小動 這些力量其實都會極度的牽制他的這個改革的動力 那所以我想到說 大概如果要談比較大的改變 恐怕是從內部自己出來 你如果沒有期待 不管是記者也好製作人也好 慢慢的去改變一些東西 你現在的公司很難期待說 從外面的力量直接下來 你看到說董事會這一屆 董事會叫做什麼夢幻團隊 可是這個夢大概也只剩下一年多 就要夢醒十分了 那他們做了什麼 很顯然目前看不到做了什麼 那或許獨立特派員是他的第一刀 那我知道說他們想動的是整個節目表 這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說讓觀眾有一個煥然一新的感覺 這是好事 可是你會看到光是獨立特派員 他受到的主力就會很大很大 所以我認為如果沒有從內部員工自己去改變的話 這些所謂的改革都是空談 那也可能會讓公司受害更大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當然在整個體制上面 我還是覺得管理階層他必須要負起責任 怎麼樣去做一些所謂的激勵的制度 或者是怎麼去了解員工 或者是某種程度的由下而上的 這種所謂的制度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不過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在經歷的所謂第四屆董事會的分擾的狀況之下 員工雖然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沒有董事會其實員工還可以活得下去 可是重點是說怎麼活下去 這種比較怠惰的或者是某種安逸的 還是有某種激發的作用 他恐怕是一個更值得去討論的問題 因為就像我們剛才討論的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去期待救世主 而是要期待員工的本身 最後我想一點點時間請教員工的問題 你對你這樣的一個改革 或是你們剛剛這些朋友 開始要去推動這件事情 你自己的期望是什麼 坦白說我不覺得你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那你樂觀嗎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樂不樂觀 反正我看事情永遠會從最壞的角度 開始往上看 但是您回到那個問題 其實我真的認為 那獨立特派員可能會罵我 我認為獨立特派員停掉應該是好事 我也認為有話好說停掉應該是好事 儘管沒有任何人認同我 可是我都認為說在公司這樣的情形下 你要讓節目有一個新陳代謝 或者是說讓一些改變比較可能的話 除了剛我說整個文化必須要從內部由下往上改 但是組織如果不做變革 那那些東西是很難談的 我的意思是說 有話好說有很大的困境 獨立特派員有很大的困境 甚至連我們的島都有很大的困境 你如果不把它停下來 你老是穿著西裝改西裝 那個結果永遠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我這個說法很少人認同我 我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你有話好說停掉 你才可能再去思考說做一個公共媒體 你應該怎麼樣去做所謂的公共論壇這件事情 那很多人說那停掉之後要幹嘛 你公司就沒有公共論壇了 可是我都是比較樂觀的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 你就是必須要有半個月 半年或者是一年的這個空裝期 中擺把它擺過去 你才可以擺回來比較對的位置 那這個是我的一個想法 那所以我覺得組織的改變 現在裡面的我覺得裡面的動力還不夠 那外面的動力可能必須要有比較有技術 而且是要有那個了解性的進入公共體驗室 這樣子一個體制才比較可能 譬如說像董事會 我先假設停獨立特派員是董事會的要求 這個先做一個假設 那這個要求是不聰明的 你知道我意思 就是說它也許要看到是一個亮眼的 全面性的一個節目表單的變化 但是它只針對單一個節目 然後受到那麼大的阻力 然後被人家罵說你違反治理原則 這樣的做法是不聰明的 它是不夠了解公司文化的 他們是以為自己站在CEO的立場 說改然後明天可以馬上改 那這個是一個不對的改革的策略 那可是有沒有比較好的策略 其實它應該再做更多的一個溝通 我還是認為新聞部或者是在節目部 甚至製作部或其他部門 都有很多想要改革的這個聲音 那可是現在是四處散落在各地 那就是各自在那邊 不管埋怨也好或是期待也好 但是這個力量沒有被拉上來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困境 我想從我的角度或是我還是覺得董事會 或是管理階層它要負比較大的責任 但是這個責任並不是說一個純粹的商業機構的CEO 然後我自己去做的決定是一種明快 或者是一種有效率的這種做法 更重要的是說公共電視我還是強調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部民主的過程 有些事情不見得要快 但是如何的精確 如何的經過互動 如何的讓鼓動大家參與 我覺得它還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非常謝謝陳信聰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我們再跟信聰能夠更說的談論 來了解公共電視的議題 我們節目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下禮拜公共再會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